大家好, 今天的介紹就是香港現在最有懷舊氣息的戲院, 就是寶石戲院 這就是現在唯一一間仲存在人手滑衛戲院 沒錯, 今天來這裡是大天能的 因為這裡是一個特色, 價錢是很便宜的 每一間戲院, 播天能的價錢是90-120 這裡是55元而已 然後CGV 只要加10元, 跟這裡是一樣的價錢 MCO長沙環更厲害, 價錢是75元 基本上Polyon空堂只要看電影剛剛好 講到背景, 入正題, 剛過後幾乎未開門 看電影色看, 尤其是開播前30分鐘才開 比上次UA, 15分鐘是好一點 戲院在2012年, 由韓國CG公司營運 交給他的翻新盤, 所以招牌由銀色泛光 門口對於現在上景的拍攝, 和這個舊聲的光重機 相信一大部分人應該在某個地方見到舊東西 不過現在在修理近, 我不可以玩 不過一年前已經預視到我這一切會弄 而我亦都會來介紹, 所以我已經玩一次了 是發動, 要一直踩單車的技能 而我只有24公斤, 是非常輕的 嗯, 其實你用的時候, 就要站在上面 站在上面, 才擺放2元, 便可以充滿了 而這個東西是玩的影片, 所以就講回這個戲院 一大條樓梯向上, 去二樓大唐鹽售票署 一上去, 知道就是售票署了, 沒錯, 就是這樣, 很平民 而本的小食區整個不見了, 因為有個戲院是不給飲食的 只剩下汽水雪櫃, 其實入場都不給飲食的 然後就是大唐, 有一堆裝飾在這裡 我們再說, 影片太長了, 簡單說是甚麼裝飾 詳細的話, 自己可以去看電影, 畢竟是不貴的 或者看下星期的影片 我們就講一講, 一堆Marvel系的模型 後面就是這個以前的放映機 其實這個放映機是比較吸引的 旁邊有一堆電影的海報 下面就是以前這間營運的時候的東西 還有一堆海報 一邊就入場口 如果一定要行樓西水, 所以其實輪以代步人 就未必適合來這個地方 然後入場一條路就是舊的感覺 上面就是一塊黑幕進去 這個場其實只有一個園 一帶牌, 前面就是一個台 估計就是在活動的時候 就可以租給人用的台 座位便就是這樣 這東西就坐頭三旁 因為屏幕其實很小 因為屏幕真的不太大 座位便很舊的 腳部沒有東西挖 沒有扶手沒有拉上 沒有防疫任務 其實不算舒服 前方的空間也不太夠 這個很窄的 但是斜頭便是夠的 然後前一天 就去寶石前一天 家人就說 看某一套節目 寶石的廁所有奇怪的東西 很骯髒的 所以現在在場面 沖去廁所看看 證明是沒有東西的 可能今天是第一個客人 所以 樣子是舊一點 衛生都可以的 如果見到什麼便會報 觀賞體驗 即是一套電影 畫質而已 其實意外也挺好的 聲效就很厲害 可能是電影夠厲害 只是K-19就太厚了 我覺得F-19已經很舊了 不過電影本身夠厲害 因為映年很專心 那套電影 天能非常複雜 是用相當努力的 不過它仍然拍得很好 今天入座 有十個至十二個 這套電影其實也有競爭力 因為其他戲院 都是很少人的 結果就是這個設備 真的很傳統 有一個舊式 比不上出品 聯手戲院 不過呢 其實值得看 一去看電影 就 不要期待那麼大 不過也是值得去的 香港的舊式戲院 應該只剩下新光 新光也有空也會去一下 其實我也想看劇浪 好 但是幾年前的事 那時候見到想看 結果 錯過了 沒有看到 如果想了解這個 舊式的香港戲院文化 真的可以考慮 你能否考得 不過不要就是看 因為 人家是做生意 最好都是光顧 人家的小食 飲品也好 今天的解釋就到這裡 意見 歡迎分享留言 可以按讚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